我平时真的就很容易被这种俏皮花给吸引 特别美的蓝绿色调 最近我在Lululemon买到了一个 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俏门 都跟Skims非常的接近 但价格呢又要再便宜不少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呢是每个月的固定节目 四月份的一波购物分享 然后今天视频呢 又给大家准备两份 真的特别特别好看的礼物 希望大家可以看下去 然后多多来参与 那今天视频片头里面 大家也能感受出来吧 种类呢非常的丰富 所以呢其他不多说了 赶紧进入今天视频的正题 先从几个大家最近 询问度比较高的小东西开始聊吧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 我最近新入手了一套 这种非常可爱的小熊碗叠 它是一个套组 我记得一共是七个单品吧 有这种比较浅一点的碟子 然后深一点的这种很大的碗 小的碗可以用来吃饭啊 或者说装酸奶 另外呢还有两个 超级迷你可爱的酱油碟 除了说上面的小熊很可爱之外呢 它就是每一只碗里面 都有写一句话 叫做unhappy eat more 而且把unhappy的那个un给划掉了 意思就是如果你心情不好 就吃东西 然后吃完东西之后呢 就整个开心了那种 我平时真的就很容易 被这种俏皮花给吸引 哪怕就是做一些很家常的那种菜啊 吃碗泡面什么的都特别的香 另外最近大家问到最多的 应该就是我各种包包上面挂的 这种可爱的小包挂玩偶 其实有一些已经是买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最近新买的应该是这两个 左边这个太阳花是当时从国内回来的时候 韩国转机机场买到的 另外这一只fluffy的小兔子呢 是近期在Timo上面入手的 Timo上面其实真的很多这种很可爱的小包挂买 而且呢都很便宜 我印象当中就是三四五六美金左右 去年底这个大家就已经看到过了 比较大只的小兔子 同样也是在Timo上面入手的 我觉得质感其实还蛮不错的 而且呢它完全不会掉毛 你也可以把它拆下来 就是作为钥匙链什么的来用啊 也很好用 但这些都是我在不同的店铺买的 所以呢我会给大家尽量去找一找吧 看看还能不能找到同款 再然后就是上一期视频里面呢 有穿搭出镜的这一个新中式的手链 看我视频的小伙伴们都知道 今年我是特别特别喜欢新中式的嘛 它其实是一根项链来着 但是我觉得你把它当作手链来带呢 粘得很好看 主体是南瓜石的一个材质 而且颜色色调都是深深浅浅不一致的 对于一个单价十美金的东西来说 它的质感已经是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的 再下一个呢就是近期 我终于给家里添置了一台头影仪 又有时候觉得说两个人晚上在家里面 看个电影啊看个剧什么的 你把它投在墙壁上真的会更加的有氛围感 然后这一台的话 它整体的画质真的蛮不错的 而且支持呢4K高清 可以通过蓝牙去连接你的手机啊 你的电脑 然后你就直接把东西投屏上去就可以了 操作很傻瓜吧 就非常适合我这种科技小白 而且无论是苹果设备 还是安卓设备呢都可以用 设计也非常的小巧方便嘛 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带去户外用的 所以呢之后如果有什么露营的机会啊 我打算带它拿出去试试看 前段时间我们家其中一个车库里面的门就坏了嘛 我们就找师傅呢 过来换了一个新的门 但结果换门之后就把门框下面的油漆都弄坏了 它又没有给我们补 所以呢就一直凸在那里 那我想到说如果额外再找人来弄呢 真的就是很不划算嘛 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吧 选了一个那种电动油漆喷枪 想说自己来试试看 但没想到真的效果出奇的好 判得非常的匀称 干掉之后呢你都看不出来任何边界感 对我们这种从来没用过的新手也非常友好 喷枪的速度啊力度这些也都是可以调节的 价格的话也不贵 我记得是大概20美金左右 反正如果你家里面也有这种小面积补气需求的 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去试试看 然后这个月的话呢 我有去管team的官方要一个独家的活动 新用户的话呢 可以通过扫这个二维码 下载他们的app之后呢 可以一美金买到 刚才我说的这一个电动的喷壶 然后老用户呢还是可以去领那个价值100美金的优惠券包 我会把具体的领取链接呢放在视频的下方 或者大家也可以直接在搜索栏里面输入DMN2563 也是可以去领取的 接下来是几双非常清爽的鞋子 我来跟你们分享首先第一个呢是最近新入手了一双阿迪达斯他们家的运动鞋啊 这个是去年他们跟飞懂的一个collaboration颜色是一个特别美的蓝绿色调 而且这两个色调里面都是加入了灰色调进去的 颜色这个东西真的就跟我的色彩学老师说的那样 所有的颜色里面一旦加入了灰调就会变得更加的有层次 更加的有意境感 他们两个搭配在一起就是既清爽又柔和 而且视觉舒适度可以达到满分 那这双鞋子它本身的一个鞋型呢 其实跟他们家最经典的这个Samba呢是一样的 Samba这双鞋子我去年也是入手了两双嘛 今年他们又推出了各种各样好看的颜色 非常的好穿然后又很百搭 这双它比较特别的就是把鞋舌头做的更加长一些了 平时你既可以搬上来穿也可以把它翻下来穿 那当时我买这双鞋子呢就是想着说 因为夏天我很喜欢穿很长的那种极地裤 去搭配平底的运动鞋嘛 但因为我的脚丫子非常的小 本来穿平底运动鞋就会显得脚更小了 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没有办法做到一个 很好的上下balance的那种视觉比例 有一点点头重脚轻的那种感觉 而这种鞋舌头可以翻下来的款式呢 当你去搭配长裤的时候 它刚刚好就是可以把裤脚阻隔在你的脚背上 让鞋子的部分的露出来更多 这样子的话你全身的这个身材视觉比例呢 真的会更好看 对于小个子来说真的要友好很多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 到了春夏天就会想穿一些 颜色稍微跳一点的这种鞋子 但是可能对于搭配方面的话 思路没有那么的清晰 所以呢今天我也给大家提供 四种不同的搭配思路 首先第一个就是搭配长裤 从配色角度来说的话最简单的就是找鞋子上面本身 就已经有的颜色来呼应它 然后因为裤子本身是做的比较有视觉体积感的 所以上半身呢咱们就一定要足够的纤细 如果上半身也同样很oversize的话呢 就会显得这双平底鞋有点撑不起来整体的穿搭 这件白色的超短款T恤呢 是最近我在Lululemon买到的一个超级喜欢的单品 印象当中应该是趁打折的时候入手的非常的划算 它的材质特别特别的舒服 摸上去是带有一点点冰冰凉感觉的 然后整个的弹性真的爆好 回弹能力呢也很强 属于那种你怎么穿都特别不容易变形的白T 然后它最好看的一个地方呢 就是100处的一个轮廓 是有一定弧度设计的 也能够就是勾勒你腰身那一块的线条吧 更加的好看 然后下边的这个裤子呢也是近期 我觉得非常非常绝的一条裤子了 它设计细节方面有两个地方我是很喜欢的 首先第一个无疑就是这一个翻下来 像是花边形状的一个裤腰 腰部的这种很立体的轮廓设计 真的能反衬的你的腰身 前后左右看都特别特别的细 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呢 就是在它裤子侧边的一个轮廓 有几个隐藏起来的纵向打折 让整体非常轻盈的这种长裤呢 看上去特别的立体有筋骨感 面料上也是自带纵向的这种皱皱纹路的 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 它在穿着过程当中呢会皱 唯一可能就是这条它的尺码呢 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偏大 如果我比平时的尺码再size down一码的话呢 我觉得可能上升的效果呢会更加的好 第二个搭配思路呢 大家就是可以给运动鞋去做一些连衣裙的搭配 然后呢里边的这一个内搭白色的T恤 就还是前面Lululemon的那一件 我会尽量的给大家多一些 一一多穿的这种思路来参考 那作为内搭之后呢 你外面就是可以穿一件这种很飘逸的 有宽松度的连衣裙 是一个非常减零的又有层次感的唇下叠穿 刚好运动鞋也可以把连衣裙本身呢 给dress down一些 外面的这个连衣裙 其实是那个香芸纱的一个材质 因为香芸纱这个面料 其实在我们的认知当中 就会觉得说是一个非常金贵的 非常优雅的 非常dress up的这种材质 但其实你只要通过其他单品的一些切换呢 也可以穿出很日常的那种休闲感 香芸纱的这个面料之前的视频 有详细的跟大家聊过了嘛 是需要通过非常多很复杂的工艺 才能够做出来的一个面料 所以它在身上的那个光泽跟光感 是非常独一无二的 裙摆两侧的这种开叉设计 让整个裙子活动起来也更加自如嘛 而且呢它开叉的高度 我觉得也是刚刚好 既可以盖住你稍微有点前倾的膝盖 但是呢又能露出来整个小腿的一个线条 这条裙子它最妙的一个地方呢 就是自带了一个玫瑰花小配饰 这个东西呢 你既可以把它作为就是脖子上的一个装饰品来用 像是一个choker一样来搭配 又或者你可以挂在脖子上面 然后绑带系在后面 又会让这条裙子变得更加有度假感一点 再然后呢 你还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可调节的腰带来搭配 给直筒的裙身增加一个高腰线的感觉 又或者你还可以就是把它跟你其他一些黑色类型的衣服呢 搭配在一起 就比如说今天我穿的这件上衣 如果遮掉项链 你看这样子来用 是不是也还蛮好用 蛮能瞬间提升你整体搭配的一个精致感的 第三个搭配思路呢 就是可以搭配今年春夏非常流行的这种长款的白色半裙 带有一点点色彩感的运动鞋跟白色半裙穿在一起 真的就是非常的文艺清新 而且像我前面说的因为这个鞋子里面的颜色是带有灰调的嘛 所以上半身呢 我给它搭配了一个灰紫棕色的这种色调 这件小T恤是最近我在优衣库买到的一个新品 我觉得它真的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完美的Schemes 他们家那个Fits Everybody那个系列里面的一个品体 整体的一个弹性 塑形的能力等等 都跟Schemes非常的接近 但价格呢 又要再便宜不少 用到的还是优衣库那个Arysum的塑干面料 春夏穿就是既排汗又透气 还有一种给你皮肤降温的那种感觉 第四个搭配思路呢 就是给平时喜欢穿的比较千玺风 比较辣妹感一点的女生来参考 这两个单品的颜色色调 其实跟运动鞋呢 也是非常能够相互呼应的 裙子的颜色自然不用多说了 然后上半身它是一个非常生辉的色调嘛 生辉色调里面它是加入蓝色调的 所以呢 跟运动鞋搭配在一起呢 也特别的契合 上半身这件衣服呢是最近我在Skims 新买到的一个单品 它是一个百分之九十几的墨袋儿棉 然后加入了弹性面料进去 跟以往我买的Skims 他们家那种T恤啊上衣不太一样 这件它穿在身上的宽松度呢 会更加的够 胸口这边做了一个挖洞 然后有继带的这种细节 所以我觉得这种衣服 如果你穿的太紧吧 就会显得好像没有那么的高级 就整个气质方面 所以松一点反而看上去呢会更加的休闲舒适 如果说想要把前侧就是随意的松散开的话 里面就很适合去做一些白色小背心的内搭 整个看上去更加减铃休闲 而且陆肤动呢也会再进一步的降低 这条裙子因为它整体的长度 做的真的非常的迷你很短 所以呢辣美感是很强的 那通常这种时候呢 我会想要说再给这个鞋子呢 去配上一双袜子 加入白袜子之后可以让整体看上去更加松弛 没有那么的用力 而且真因为这双鞋子 它设计的是鞋舌头整个外翻下去的 所以特别的低帮 你哪怕搭配袜子来穿的 也不太会牺牲你的视觉腿长 然后这一套如果观察比较仔细的小伙伴们 应该会发现 我还有在其中一只脚的脚踝上面 去配上一根这样子银色的绑带 我觉得这种搭配上的小心思 小细节就是能够让你整体的穿它看上去 更加的有个性 更加的鬼马一些 然后这个鞋带其实是7ward9的一双 马力真鞋的一个配饰 我发现把它单独就是拆出来 却搭配其他的鞋子也特别的合适 那7ward9这个牌子的鞋子 如果熟悉的小伙伴们都知道 他们家是有很多这种 可玩性很强的 可拆卸的鞋子配饰卖的 趣味性真的很强 而且像这双马力真 它原本自带的鞋带 也并不是这一款 是一个非常法式复古的设计 很文艺很内敛又很精致的那种感觉 整个鞋型搭配上这个非常时髦的方头设计 你穿在脚上会显得脚丫子特别秀气 另外你也可以把鞋带拆下来 抠在脚踝上 这样呢又会衬托的小腿呢更加的细长 而且在文艺复古的基础上面吧 整体会显得更加的优雅 然后第三种玩法呢 就是大家可以把两种不同风格的绑带穿在一起 这样子的话呢 能做出更多的层次来 而且会显得更加的妙系女孩 特别适合一些很极简的搭配吧 就比如说上期视频我分享过的 那个白色的长扮裙 你做一个全身白色系的搭配 让重点呢集中在鞋子上 然后对于一些平时喜欢去探索 穿搭趣味性的朋友 我觉得你还可以尝试呢 给它用不同的鞋带 做那种左右不对称的搭配 会更加的有性格有腔调 那相比于今年非常流行的那种平底的圆头巴黎舞鞋来说 我觉得方头的设计带有一点根的这种款式呢 会对于小个子啊 或者说身形比例没有那么完美的人来说呢 更加的友好 但它穿出来的气质呢 其实是差不多的一个类型 鞋子的外侧呢 是一个质感非常好的牛漆皮的材质 然后鞋垫跟内里呢 都是浑种羊皮 捏上去呢 特别的柔软 整体上脚的舒适度呢 是特别高的 而且鞋头里面都嵌入了一个专利的空气面 风槽一样的气孔设计 既透气又能起到一个非常有效的抑制细菌的产生 另外在脚后跟的位置这边 还嵌入了乳胶材质 自带一个防磨的效果 所以新鞋呢 也完全不需要时间去break in 说回这个鞋子的穿搭方面啊 前面你通过各种不同的鞋带 mix and match 然后做一些DIY的话 就很适合你平时周末 展现你自己时髦本性品味的时候 那周中周一到周五 一些工作场合呢 它也可以跟着你回归基础款 变得非常的低调好搭配 比如说你可以拿它去搭配一些衬衫加西装裤的这种组合啊 或者说衬衫去搭配裙裤这样子来穿 这条裙裤的硬花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一条那种高腰的 比较长一点的马面裙 其实用到的材质跟硬花呢 都是一样的 它上面呢 是一个山茶花的硬花设计 然后这一条呢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真的非常摆搭实穿的裙裤设计了 前侧看上去啊 是一个wrap skirt的这种细节 然后内侧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穿方便的裤装 同样是一个漂亮的这种修饰身型的A字裙摆 除了说完全不用担心穿起来走光的这些问题之外呢 也会更加不挑生活当中的一些穿搭的场景 拉链也是很好的隐藏在了侧边 整个裙子除了说硬花本身之外呢 是没有任何多余的细节的 上边我给它搭配了一个这样子 带有一点抛抛袖的 看去既极简又有一点可爱风格的衬衫 然后格维利他们家很多单品都是这种 已经贴心的给你想好了 需要给它搭配什么样的配饰 比如说这个衬衫 它就自带了一个丝制的这种硬花 小围巾或者说小项链 所以你穿这个衣服的时候 你就不用再额外的去给它 做一些项链的搭配了 另外它设计也很巧妙 它是一个这种吸铁式的设计 你把它藏在这个翻领领口下边 就有点像是搭配了一个很时髦的项链 又或者说呢你还可以把它拆下来 就是当作是一个发带头孤来带 也是很好看的类型 OK第三双的话呢 是一双穿起来可以奔跑的高跟鞋 最近不是快到婚礼季了吗 我想说是时候给大家推荐高跟鞋了 那懂我的小伙伴们都知道 不好穿的高跟鞋 我是绝对不可能推荐的 这双真的设计绝美 它是那种非常的多用 你平时无论说是日常通勤啊 还是约会啊party 参加朋友的婚礼 甚至是自己结婚 它都非常的合适 尤其是加上我前面给它搭配的 这一个可拆卸的方形的鞋扣 穿在脚上显得巨贵 但其实价格还蛮亲民的 鞋子外层是一种叫做格力特的新型材料 有一层非常细腻的闪光感吧 不是眨眼的类型 就很低调的华丽感 然后舒适度方面的话 同样也是满分 除了鞋头里面也是嵌入了空气棉之外呢 它鞋垫在透气性 以及回弹跟减震方面呢 也都做了新一轮的升级 穿在脚上你就是感觉 整个鞋垫软而不塌 是很有支撑力的 除了说可以大步留心的走起来之外 真的是单只脚站都很稳的级别 鞋底做了很防滑耐磨的一个橡胶的鞋底 整个呢就是非常的有安全感 那一般来说啊 脚踝这边比较细的绑带设计 多少都会有点担心说 是不是容易磨脚踝 但这双它就是贴心到在你 厚跟绑带的这个里边 都嵌入了有厚度的乳胶材质 所以真的是不能考虑的更加周全了 完全不磨脚的类型 至于搭配方面的话 就还是给大家两种 完全不同风格的搭配来参考 首先第一个的话 咱们就日常通勤 平时作风比较低调的朋友 就是可以把前面的这个鞋扣拆下来 既能给你的职场穿搭 增加一些气场跟精致度 但又不会非常的喧宾夺主 然后如果你平时给它 穿一些长裤来搭配的话 我觉得鞋头扣上去 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为比较极地类型的长裤 它基本上是可以 遮到这个位置 刚刚好就是露出来鞋头的 一些bling bling的细节 同样也不会觉得说特别的抢眼 而且呢鞋跟这点高度 就是完全隐藏在裤子里面了 也能够在视觉上面 显得你的腿更长 这一身黑白搭配就是非常的干练利落 很极简的一个气质了 然后这两个单品呢 都是春夏天我觉得非常实穿 且好打理的一个面料 也就是醋酸 因为醋酸面料你穿在身上 它既有类似于丝质那种材质的一个 漂亮的垂坠感啊 很luxury的一个视觉呈现 但是呢在实际穿着当中呢 它的抗皱性呢又要好很多 而且呢它是可以冷水击洗的一个类型 那马甲小背心狂人最近又是找到了一件 超级让我满意的设计 它是一个更加偏纯白的颜色 不是那种带暖掉的白 包括前侧的钮扣 它都是完全隐藏在里面的 是一件穿在身上特别显贵显高级的单品 尤其从背后来看的时候 你能感受出来它面料的一个高质感 以及剪裁的一个漂亮的程度 下边的黑色高腰长裤 它同样也是一个完全不挑腿型的设计 穿在我身上就是刚刚好拖地的那个类型 然后这一条呢 它有在腰间给你额外配一根这样子 可调节的非常长的绑带 你可以多圈的系在腰间 能给一个非常基础款的这种黑裤呢 多去增加一些细节感 另外一个搭配思路呢 就是可以拿它去做一些party穿搭呀 或者说是晚上出去约会的穿搭 所以呢我就给它搭配了一套非常非常有女人味的套装 上半身的话就是今天视频里面 我穿的这一件黑色的上衣 这个上衣你就从正面看平平无奇 然后背面其实是一个大露背的设计 套装下边的这一个短半裙 它是一个不规则的裙边嘛 这套穿在身上真的是 但是我很久很久都没有感到过自己这么的有女人味了 是穿出门能让路人无论是男女老少都感到很哇塞的一个搭配 那通常来说如果是一些比较重要的约会呀 或者说你是出门参加party这种类型 你都已经穿这样的套装了 那么你身上其他单品的精致度呢 也一定要跟上 我会选一些怎么说精致感非常在线 但是呢又不是说特别抢眼 特别大面积的类型 因为你这一身你的衣服 包括你的鞋子其实都已经很有看点了 如果说你再去选一些特别大型的首饰 那么真的就会觉得说全身上下都是重点 那这一套我给它搭配了一对这种吊坠型的耳环 它耳钉上面呢是一颗珍珠 然后下边搭配了两条bling bling的这种牌钻 对于脸颊这边如果说稍微有一点内凹啊 或者说下半张脸的比例不够的朋友 都能起到一个特别好的这种修饰型的作用 那桶里放到项链的选择也是一样的 我会选一根看上去更加的细腻 更加简单一点的这种吊坠项链 是三个大小不一的吊坠 一颗白珍珠一颗粉珍珠加上一颗小钻 而且呢能够在链条上面自由的滑动 坠在你的锁骨之间很灵动很有生气的感觉 那有的小伙伴可能会觉得说 其实今天这个上衣我就搭配目前身上带的这个珍珠项链 它也是很好看的类型 确实没有错 但一般来说如果搭配这样子比较有视觉占比的珍珠项链呢 下半身我就可能不会去穿比较性感的半裙了 我会稍微的dress down一点 换成一个非常基础款的这种西装裤 这样子别人的视线中心呢 就会一下子被吸引到你的脖子上边 它不是那么的bling bling 但是呢又非常的有重点 而且珍珠类的首饰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了嘛 是非常好搭配 可以在各种不同穿搭风格当中自由切换的类型 它既是经典的又是时髦的 尤其是像我今天戴的这种还是比较大颗一些的珍珠项链 之前我一直戴的是Fedoma的这一根嘛 叫做clapsalene 已经戴了好几年的时间 然后最近这条项链呢 终于算是后继有人 新款选用的是更加贵气的 Acoya海水珍珠 每一颗呢都是人工挑选出来的 特别的饱满圆润 然后吊坠上的珍珠呢会更加的大颗 外侧呢还镶嵌了一圈这样子的排断 整体呢就是很低调很奢华 另外它也有这种不带吊坠的款式 就会更加的经典 更加的一眼万年 那平时迭代这种珍珠项链的时候 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窍门 可以把两根缠绕起来迭代 我觉得会显得更加的生动立体 然后新款这两根它们的链子 包括背后那一根可调节的延长链 都是18K Solid Gold白金的一个材质 那Acoya珍珠这个系列里面 除了说推出了新的项链之外呢 另外还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珍珠耳钉 有三个不同的尺寸 今天视频里面我戴的是最大颗的一个 我觉得戴在我的大耳垂上就很合适 而且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着 等我上面的两个新的耳洞给养好之后呢 可以给它换上这样子的珍珠耳钉 大大小小的迭代起来 肯定非常的好看 所有的这个金属的部分 他们用到的也是18K Solid Gold白金的一个材质 那18K金大家都知道吗 其实是已经是属于Find Jewelry的级别了 但他们家比较良心的一点啊 就是每一次做这种全场大型的这种活动 Find Jewelry呢也都是参加折扣的 我会把具体的活动信息什么的都总结好 放到视频的下方 有需要的小伙伴们呢 就可以去查看一下 而且珍珠这个东西 好的珍珠也是越来越贵了 所以想入手的朋友 趁打折的时候还是挺划算的 如果你平时并不是很喜欢带珍珠类的饰品呢 另外他们最近的新品里面有一套 我觉得很好看的 无论是送自己还是送朋友 或者说送妈妈呢 都非常的合适 吊坠的中间是一颗很闪的水滴形白宝 然后被一圈迷你的珍珠包裹住 同系列的耳钉也是跟吊坠一样的设计 带上的很显气质 而且完全不挑人 不挑年龄的一个款式 再然后就是今天视频里面 我带的这一个开口戒的戒指 它同样也是18K斤的材质 平时你就是带着洗脸 洗手洗澡什么的都没有问题 然后上面呢 镶嵌了两颗大小不一样的淡水珍珠 OK接下来的话呢 就来跟大家揭晓一下 今天视频要送出的两份礼物 打算在油管这个平台上面 抽两名小伙伴送出这一根 红色玛瑙吊坠的项链 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的 它是一个限定款的设计 是正反面都可以带的类型 希望大家会喜欢吧 然后参与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关注我的YouTube频道 然后点赞今天的视频 视频下面任意留言就可以参加了 我会在一个星期之后呢 开出两名小伙伴送出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参与 衣服最近我还买到了一件 我非常喜欢的 且是我衣橱里面 真的目前好像几乎还没有的类型 就是一件非常修身的这种复古Polo的设计 上面彩色的缝线 能够把这件衣服塑造出来一个特别漂亮的轮廓跟剪裁 有一种很时髦的叠穿感 然后Polo衫这种单品 包括你看这件衣服它整体的一个配色 其实是都非常偏男性的 在这种基调上面 它却做成了一个修身的版型 我就觉得说很有意思 很特别 那因为这件衣服它本身颜色就还蛮抓人眼球蛮跳的了 所以下半身呢 我就给它搭配了一条非常宽松的这种白色的牛仔裤 这条白色的牛仔裤 我觉得穿在我身上还没有出来 它裤型本身最好看的一个效果吧 可能是因为我本身身高还不够 看我视频的小伙伴里面 如果说你是在165以上 168以上的这种身形 我觉得穿这个裤子呢 效果应该会比我在视频里面展现的更加的好 然后最时髦的一个地方呢 就是它的大口袋真的做得非常的oversize 视频最后再分享两件近期新买的Schemes 他们家的新品 然后这两个系列也是我已经跟你们分享过很多了 我自己目前已经有很多单品 我最爱的两个系列 一个就是New Vintage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Boyfriend这个系列 New Vintage这个系列的话 其实我买过那种长袖的短款T恤 然后也买过短袖的 这个系列真的 我觉得穿在我身上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类型 非常的修身舒适 而且呢完全不会露你里边的内衣啊 或者说小背心的轮廓 然后整体的那种素身感吧 又不会有像是Face Everybody 那个系列那么的强 这一件灰色的款式呢 它长度其实跟之前跟你们分享过那一件棕色的 是差不多的一个长度 不太一样的就是前侧做了一些迷你的扣子设计 平时穿的时候 我觉得你稍微的解开两颗 会显得特别的日常随性 我觉得可以在那种日常休闲 跟日常精致感之间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平衡 而且他家的这种灰色调 我真的很喜欢 里边呢都是加入了白色调 跟深一点的灰色调的 看上去就是一个很漂亮的杂色处理 穿出门呢不会让人觉得说特别特别的Longer 另外这一件Boyfriend的长袖呢 应该是同款我买的第三件了 之前买过一个蓝绿色 然后一个棕色 这个系列的材质真的实在实在是太好穿了 现在那个蓝绿色呢 基本上就是每天我晚上穿着睡觉的衣服 我觉得它比我所有的 就是专门的那种睡衣呢 都更加的舒服 然后前段时间我看到他们推出了一些新的配色 想说呢 又可以买一个新的颜色来试试 我手上这个的话 它是一个蓝紫色调 然后整个Boyfriend系列呢 都是非常宽松 大件oversize的一个类型嘛 50%的一个末代儿棉 然后45%的棉 再加入了5%的弹性面料 除了说日常居家穿之外啊 我觉得平时你拿它去搭配一些 短款一点的那种迷你裙啊 百折裙 它也能穿出那种又有青春活力 又很辣妹的气质 OK那差不多以上这些呢 就是今天视频所想要跟你们分享的内容 小嫩嫩好像已经在后面彻底睡着了 小嫩 那今天视频里面分享的所有这些东西 我的一个购入渠道 以及说我有没有一些独家的优惠 包括我的尺码信息 维度的参考啊等等这些 我都会准备好放到视频的下方 大家可以点开信息栏 或者说置顶评论呢 去查看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视频 然后记得一定要多多来参与今天视频的抽假 最后的最后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让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吧